年轻人FM 我和Fizz经常演出时 都是跳双鸣的 它就像一面镜子 也像我的影子 我跟子晨花皮亭的时候 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而且让我可以很专注 因为它就是我最好的另一半 卓伟今年23岁 是新加坡皮滑艇队的运动员 这里是新加坡体育城 我每天来到这里做训练 我现在就要进去暖身 卓伟和同龄的郭子晨 在15岁那年加入国家队 而劫下泳翼 我好像2015年第一次看到子晨 他比较安静 不会说太多话的 我们平常是独自话的 16岁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出国比赛 我们平常是比赛的 我们平常是比赛的 教练就开始试一试不同的组 看一下哪一个是能滑得快速度快 双人艇我们配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要看个子 但是Jovie跟芷晨就是有一点特别 Jovie就身高比较高 芷晨就比较矮一点 但是他们配起来的默契特别好 3 2 1 现在准备 1 2 2 5 1 当我们一起用力滑 在同样的时间 船就会动得非常顺利 我们两个也会感到比较轻松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搭配会这么好 就是16岁那一次 然后就是滑得很好 然后我们一起滑都快要八年了 你能调整的力量 比较低 但保持练习的力量 如果我保持肌肉很快 Chi Cheung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有很深的那个兄弟情 他们这样的组合就会互相鼓励 互相把对象的那个优点都带出来 也促进他们更加进步 27岁的许家胜和37岁的Fees 是艺术表演者 虽然两人相差十岁 但对演艺的喜好相同 成了莫女之交 我们下个星期有一个表演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片舞 我们片舞的时候都知道 相反的优点还有缺点也是 所以我们表演的时候 如果他失误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那种对方 观众看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我们比较有趣 我认为当时要演员 它会比较有趣 对方的对方 当你有某个友谊 可以跟你的同事 也不会觉得很惋忌 就是一种完美的比赛 一 二 三 我们的文化语言都很不同 但在台上的时候 就好像双宝台一样 我觉得我们开始跳舞的时候 都有相似的背景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跳B-boy 就做Hip-Hop 然后是现代舞蹈 加胜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戏剧学系 他从小就对身体律动相关的活动感兴趣 我八岁的时候学校有课外活动 就也有体操 所以我从加入体操后 发觉到我喜欢国立大学戏 我十四岁的时候 在YouTube看到别人表演跳舞 就学街舞跟现代舞 我小的时候 爸爸都不赞同我跳舞 因为他觉得我跳舞赚不了钱 也不能维持我的生活 2019的时候 我有机会到中国长沙表演的时候 他看到我表演后 对我要跳舞的想法有点转变 2019年 有一位马戏团杂技表演者 从社交媒体看到 加胜扎实的体操基础 便引领他跨入杂耍世界 后来两人成立了一家公司 从体操到舞蹈到杂技 他们这里都有大概一样的技术 大约五年前 当我们跳舞演出的时候 我就遇见了Fizz 我也懂他也会放更动的 是类的东西 当COVID的时候 我们都表演不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聊天比较多 所以他就想学杂技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玩 就探索了解杂技之类的东西 当我开始继续专业 我们比较专业 比较专专业 他也提醒了我 当我年轻 我给他几个建议 从经济的经济 然后他拿起来 结果你们就学会了 结果就是一个兄弟 成立了一天 他变成了一家教 教授 所以他不想认识 他只学习 我也学习一些东西 所以我得到他 加冷水上运动中心 是新加坡皮滑艇国家队训练的大本营 这里俨然是卓伟和郭子诚的第二个家 当教练让我们一起合作画皮艇 全部的训练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让我们变得更近 目前我们每天都会来水上运动中心 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都会有训练 早上训练完后我们就会上学 学校完了我们会回来这边会有第二次的训练 卓伟和子诚朝夕相处 培养出合作无间的默契 更是赛场上不可后缺的另一半 用一个东西来形容卓伟的话 我就会说卓伟就像一个手机 出门的时候会带手机 如果没有手机的话 就是很有一个很怪的感觉这样 如果没有紫诚这样的朋友在生活中 我就有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奇怪 他在生活中就是一定要的 我跟紫诚平常会一起住的同一间房间 当我们比赛快要到的时候 我们运动人员会搬到这里的 我跟紫诚在一起的时间也跟我自己家人的时间比较长的 他总是会说我们是从不一样的妈妈的兄弟 16岁的时候 在我欧水准考试的第一天 我的父亲去世的 所以那时候他也是一样有欧水准的考试 他就来我家陪我一起读书 我个人觉得16岁不应该经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经常去他的家问候他 常常发觉去给他 经常列他出来一起吃饭 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里承受这么大的负担 我就觉得那年就是我们的友谊加强了 几个月后 紫诚与前女友分手 周伟联络不上紫诚 记得他和朋友们四处找人 花了两个小时来找他 终于找到他 他在附近的公园里坐在一旁 我看到他就觉得 这个笨蛋终于找到他 让我们都担心那么久的 赵博士仍然可以 周伟常常先考虑别人 他的所有的悲伤还是什么负担 暂时放在一边 会主动地来关心我 就是从那件事我感受得到 其实周伟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人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想要的一辈子的兄弟 我们每次一起表演 我们相处的时间都很长 每次表演完了 我们都会去沙滩去那边 就坐在椅子聊聊天 许家胜和Fizz的理念相似 干脆邀请他加入公司一起打拼 两人各司其职 成了工作上重要的另一半 我们变成经营伙伴对吗 他大多数都是做设计表演之类的东西 我本身是喜欢树木之类的东西 所以大多数我是做那边安排部分的东西 Fizz大我十年对吗 在这个行业他已经有十五年的经验了 他就教我了 怎样在这个行生存 除了分享个人经历 Fizz也成了嘉胜最佳的精神陪伴 从我两年前 跟我的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她每次都会找我 to make sure that I'm fine 所以我去年的时候 关掉我的学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辜负了别人 那时的时候 我的心态 心情也不太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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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just trying to cheer him up Tough move It's okay this is just business and patterns of life we fall and let's just rise again and I'll be here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broke into tears When he shows his vulnerability with me that just changes everything This simple friendship that we have it grows into like a more of like a trust a brother relationship with him 加上失恋期间 Fizz介绍他体验心流艺术 以转移他的忧伤 心流艺术是指表演者 利用道具 结合身体律动的艺术形式 每次玩心流艺术的时候 我都会达到一种冥想的状态 心态也感到很瓶颈 就觉得是在跟自己沟通 我父母都是很传统的 我长大的时候 他都是教我要赚钱 认识他的之后 就觉得生活不用这样认真 It's okay to have fun 我现在去紫诚家 我平常有空的时候 就会跟紫诚约 来到他家玩一玩吃饭 我第一次来到紫诚家 是2017年吧 我跟吉他朋友都一起来 我们来这里百年 然后也就是第一次 认识紫诚的爸妈 他的家人 不管我们做任何活动 只要是好玩的 就会让我们的友情变得更好 如果妈妈知道 周围又过来吃饭 还是什么 她就会特别准备多一点食物 我最怕他当成是 子诚的兄弟之一 我也是会说 特别地去关照他了 我父母还是家人 都很接纳 我这个好朋友好兄弟 有时会问我 周围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读什么 能认识一个好朋友 还有他的家人 就是会觉得比较幸福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 有时候都比他 跟自己的亲生哥哥弟弟 更加来得联系 内裤都可以公私地穿 那种 那种难兄难弟 我是觉得 子诚的女朋友都会讲说 他们有时候好到 他都觉得 到底谁是他的另一半 他有时候有什么东西 他还是会问我丈夫一些意见 我唯一只可以跟周围讲的一句话 是说 有什么困难呢 我们的大门都是永远地开着 你可以随时随地都来找我们 许家圣和Fizz携手创立新的工作室后 开办了不同的表演课程 也尝试更多元化的演出 我认识先把我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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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立新的工资料 最近我们有一个表演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副床 所以这个表演我们是站在一个高脚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站在一个高脚上面 在的话我觉得我会放弃耍杂技之类的东西 有他在我身旁的时候 我就不觉得那么孤独 卓伟和郭子诚平时密集训练皮滑艇 有空档时会跟其他组员相约打篮球 舒缓压力 特别是今年 他们为了争取明年东南亚运动会的参赛资格 更是马不停蹄参加各大国际比赛 有这样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 一起训练一起比赛 也就会推动我做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子诚而言 这无疑是种压力 他在18岁之后 曾一度输于国家队的训练 复兵我很难好像抽出时间来训练 复兵完就进大学 因为大学的科业比较重 就是有一阵子就会我停止着国家训练 这些年来 中尉持续参加训练 他的团队在2021年东南亚运动会 男子500米四人劈挺中夺得铜牌 可惜这份殊荣无法与子诚共享 于是 总委邀请子诚和其他队员 再次携手出征国际赛事 三 二 让我每天都期待来训练 是因为有这个好朋友 知道我们是在一起奋斗 一起朝向一样的目标 我是很羡慕他们的友情 因为是很难找到一个这么好的搭档 能够这么多年还在搭档在一起 没打架 很好的朋友到现在 可以吃饭 可以玩游戏 周围是一个很可信的一个朋友 在我人生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算是一定五十岁 我们还是会跟其他朋友一起出来 就是喝咖啡这样子 就是还会一起做更多好玩的事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出国探索别人的文化之类的东西 如果有这个音乐会的话 我们都会去出国玩 我非常珍惜有这样的朋友 是因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都是好像现在游戏的过程这样 这是一个结束 这是一个结束 我们说三十岁 四十岁 我们有自己的儿子 我感觉我们仍然会变成 然后就会变成为其他儿子 是的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